政府為了關電 很多地方都已經光凸凸一片 我們前陣子有講到 是在屏東原住民的故鄉 部落的正上方 現在又有一個最新 而且是你我都很熟悉的地方 也就是墾丁 我們進到屏東到車程的時候 大家都有這個行經平額公路 一片都綠昂昂的 現在變成很驚人 當地的記者拍了這照片說 嚇死人了 很久沒有去墾丁了 進到墾丁的時候 變光凸凸一片 面積居然有一百多公頃 這怎麼回事 墾丁這麼漂亮 平額公路 以前是這樣 中間有分隔島上面有種樹 旁邊也有樹 然後再遠一點都是遠山 這是現在光凸凸一大片 這也是平額公路旁邊裡面 他就在馬路旁邊 以前我們在馬路上看到的是這樣 綠昂昂的一片 這麼漂亮 如果我們把光電濕座的區域 用Google的地圖去看 是在這個地方 一整片都是綠的 這個叫什麼 叫平額公路太陽光電發電廠的 開發計畫 它是合法的 屏東縣政府都管 廠商也都是合法 它是和風能源 它曾報給屏東縣政府的規劃 整個開發計畫是130.734公頃 這麼大的一個面積 但是大家會問 如果我們讓墾丁這麼漂亮的風景 變成光凸凸的一片 樹都把它砍關 要蓋這個光電的光燃板 結果沒有想到大家還記得嗎 去年屏東塞車塞了一大半年 這為了什麼呢 就是屏東平額公路縱樹百里 那一條剛剛你看的地方 就是平額公路 那我們去年幹嘛花48.8億元 要綠化它 要蓋新的樹 那到底怎麼回事 你蓋樹蓋到半年交通大塞 然後屏東的民進黨的票 也掉了一大堆 然後結果你給我砍掉這麼多樹 說你要撞光電 這不是很荒謬嗎 兵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最可怕的就是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民進黨要靠什麼起家 靠社運團體 靠這些環保團體 都幫助他起家的 所以民進黨過去 他在野的時候一直都說 他是環保的捍衛者 結果上來根本 我覺得他根本在掐死台灣 這些樹都是 幾十上百年的東西 然後你劈啪就全部把它砍光了 然後去弄這些光電 台灣到底還要蓋多少光電 光電已經被證明 是一個效益並不好的 這樣的一個能源方案 然後你還拚命去弄 到最後台灣是怎樣 整個島變光電島 以後從衛星直接不用找 台灣會反光那一塊就是台灣 因為整個島全部都是光 太陽能光電板 這樣還得了 所以我們可以發展能源 但是最基本的環保要顧到 結果你現在把整個公路 弄成這個樣子 你們瘋了嗎 那我之前一直不懂 以為是蘇貞昌想要在他 就是行政院長卸任之前 照顧一下屏東家鄉 所以改善一下當地的交通環境 現在看起來不是 他是要讓廠商更容易開發 因為讓這個公路上通之後 就更多的地方讓廠商的 不管是工程也好 其他什麼工廠也好 直接可以設置在那邊了 到最後整個屏東全部 我們過去幾十年 累積的這些濾化工程 全部完蛋 這就是你要的嗎 然後只在路邊種幾棵樹就算 這是台灣要的未來嗎 我們留給我們祖先 沒有 留給我們子孫 去這樣一個光突突的島嗎 我真的拜託 除了民進黨你們去想想看 你們自己在野的時候 到底說了什麼話 還有拜託其他的在野黨 用心一點 一定要擋住這些 亂七八糟的建設 你要知道 現在我們在那邊講都沒用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全部合法 所以你沒有辦法阻止他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在當地以民進黨的勢力 恐怕就算有人想要反對 這些生意也會被壓掉 所以真的拜託 在野黨還有其他的居民 我們真的要齊心合力 擋住這種 迫害子孫未來的建設 剛剛看到的是照片 我們直接來看這個畫面 相當的驚人 這個攝影記者他拍到 他是住在屏東 他就是住在南部的記者 他說他經過的時候 他看到說他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怎麼會光突突一片 你剛剛看照片 可能只是覺得一個小區域 他說這個面積真的大得不得了 而且拍攝這個照片的人 本身他其實是支持這個要 就是他反對核能 他反對核能 他支持綠能 但是他看到自己的故鄉 變成這樣子 他都覺得光電 真的要再想一想了 真的要這樣搞下去嗎 好 那我們還有包括 在高雄祈山 前幾天我們有看到 民進黨的這個陳菊的愛將 陳啟玉 有台延的前董事長 他有違建 結果現在越報越多 爆料的立委說 其實那附近 全部都是民進黨的金主 要不然就是民進黨的幹部 是民進黨的權貴集體列地 陳啟玉的土地在這個地方 陳啟玉花媽的前副市長 跟花媽關係很深 然後李壯展就在他旁邊 兩個人是鄰居 面積不分上下 他更遠一點點是林賀瑤 他們到底是誰 我們當然一個一個來講 林賀瑤2013年6月的時候 以每瓶0.6萬元買到這一片土地 才950萬 那這麼大一片土地 那還有包括剛剛講的李壯展 李壯展是在2020年4月的時候 他的母親每瓶1萬塊 買了9百多 9百84瓶 那總價是1000萬 他說他花了很多時間跟心力 離退休的時間只剩下10年了 以後退休就要定居在這個地方 他們全部都是農墓地 然後完全都沒有登記 比如說像陳啟玉 很多年了從2017年買到現在都沒有登記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試 現在被爆料了 人家才開始說要去罰 那林賀瑤是誰 林賀瑤是民進黨的金主 根據爆料立委說 他是民進黨金主 很多民進黨的這一些 黨公職人員都有拿到他的錢 怎麼這些權貴可以集體列地 到底怎麼回事呢 那剛剛被點名的這兩位 他們回應說 好啦 我們兩週之內 我們會自己來把它拆除掉 伯爺怎麼看 我先講一下剛剛那個平鵝公路 去年蔡政府花了42億 將所有平鵝公路旁邊的 電感地下化 理由是什麼 理由說他為了給民眾一個 親切自然的景觀新風貌 那我不懂 現在通通變成太陽能光電板 是有多新鮮 是有多自然 完全不能夠理解 再來就講到這個 這個列地的事情 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在幾年前 蘇嘉全那個時候 為了選舉 所以被迫 賣掉他那個豪華農舍 我有這十幾年來 民黨的人有學到教訓 但是我錯了 他們居然是變本加厲 越來越厲害 以前只是一個人蓋違建 現在是要糾纏蓋違建 一起蓋 越蓋越氣派 越蓋越大 可能是想要把違建 變成高雄的新地標 所以通通蓋在一起了 之前剛剛講到 他們好像也沒差 因為如果不是立委爆料的話 他們也蓋了好幾年了 所以很多人經過說 這個地好漂亮 你看房子蓋都有特色 就沒想到 通通都違法 剛才先講到了 陳啟玉 他是民進黨的前中職位 他才因為被爆料了 高雄的豪華違建農事的情況之下 他退出了民進黨 他說我退出民進黨 然後我不再參與政治失誤了 沒幾天馬上又爆出來了 金主民進黨的全國黨代表 林赫堯跟李壯長 這兩個人 一起的在陳啟玉旁邊 又買了相當的土地 一起蓋違建 好 蓋完違建 大家低調也就算了 我就罷了 因為沒人知道 跟他講了 這個李壯長 民進黨的全國黨代表 在臉書上講說 他花很多時間 終於把這個房子蓋好 然後不只是定居在這裡 他還希望好朋友 可以過來走走 請問一下 他寫這種言論是 沒有法律常識 還是不把法律擺在眼裡 這是違建好不好 不能這樣做的 大啦啦邀請大家一起來玩 所以很多民眾才會戲稱 台灣再走 民進黨黨政要有 所以我拜託一下 監察委員 以及立法委員給你陳情了 好好查一下這案子 到底有沒有高層在包庇 甚至縱容縱不法的情勢發生 還給民眾一個公道跟真相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看到今天很多網友在討論 說我接下來今年選舉 我也要捐錢給民進黨 接下來我要蓋違法的農舍 都不會有人管 很多年都不會有人管 你剛剛講到說 他們糾團去玩 陳菊就有去過陳情域那一棟 還有去那一棟 不是未來市 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還有另外一個 你說農地 農業這一些 我們的農業 需不需要一個部會 把它升格 農委會 現在組織法要變成農業部 照顧農民 我覺得我絕對支持 它很必要 但問題是我們過去農委會 做得不大不起 還要把它升格 昨天立法院 組織的這些修法 還不是正式 還不是大院三讀通過 只是送出委員會而已 咱們的這個主委陳吉仲 他就又哽咽了 我希望我這輩子有生之年 我可以看到陳吉仲 真實的眼淚 因為他每一次哽咽都哭不出來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在過程中他還滿妙的 他說其實我沒有要講話 但是主席叫我講 所以我就哽咽 他哽咽的時候 你除了看他這個表情之外 你可以注意一下後面的官員 講電話的講電話 然後就說他怎麼了 他們的表情都滿妙的 來看這一段 其實我沒有說要說要講話 是剛剛我們主席議 我們農業部門的經費 在我2016到農委會的時候 執行的預算大概1200億 現在大概1800到1900億 這個歷史時刻 有各位的參與 那真的感到非常的光榮 謝謝 一般我們的哽咽 如果比如說賓哥哽咽 然後深受感動 我會跟著很難過 不捨 或者有點反應 大家都覺得你又來了 哭不出眼淚的這種哽咽 那他做得多爛 他爛到周一庫進去都罵他 周一庫說我買一個雞蛋 像買愛馬仕一樣都買不到 其實周一庫是太謙虛了 他買愛馬仕應該還滿容易的 愛馬仕有錢就買得到 對有錢就買得到 那他呼籲陳吉仲要下台 連周一庫都不支持你了 然後有網友講說 當初萊豬進來 會傷害到人民的時候 你沒有哽咽 沒有雞蛋 沒有鳳梨又賣得很爛的時候 高麗菜也是這個價格一直跌的時候 你都沒有哽咽 突然升級 你要準備當部長的你就哽咽 然後今天要更誇張的是 除了剛剛有個最新消息 高雄內門的鳳梨已經批發價 一台金三塊到七塊錢而已 你弄到這種程度 然後雞蛋你說今年會缺 明年也是會缺 實際的缺口比官方統計多 你不就是官方嗎 然後你還證明自己的統計 是更糟糕的 農委會升格 五部一會組織改造 其實我們部會改造 越改越多 這也滿奇怪的 那豬價現在 今天正式破百了 毛豬的價格破百了 好驚人 兵哥 其實我覺得 根本不需要升格什麼農業部 我們甚至可以把農委會 直接裁測掉 直接有個補貼部就行了 反正你會做只有一件事就是補貼 其他你什麼也不會 你會幹嘛 要不然再加一個進口部 你沒東西你就進口部 他很會哽咽 對啊 當然要哽咽部 哽咽部到底要幹什麼 我就不知道 但是講哽咽部 大概都想到農委會了 是啊 因為成績這種 真的不用再哽咽 你看你坐在你旁邊的人 你哽咽沒有一個人 大家都沒反應 無動於衷 為什麼 因為你每天都在哽咽 每天都在哽咽 就不叫哽咽 那叫哽到痰吧 還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但是重點是在於 你憑什麼升格 如果今天升格 是能夠照顧到農民 那我們讓你升格沒有關係 可是你現在農委會 所以你把農民害慘 你還想升格 升格繼續把農民害到死為止 這樣才是農業部升格的目的 實際上很簡單 陳吉仲到底為什麼哽咽 因為他要做升官 那個洗脊而氣 洗脊而氣 對 剛剛講這個 原來是洗脊而氣 所以他其實都 他爽得不得了 可是又不能講 所以只好用哽咽的方式表達 就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上次要把林聰賢 提出門去的時候也是同樣的表現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洗脊而氣 當然是 終於被我幹掉了 就是這種想法 所以問題是 現在你根本沒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內門那個鳳梨是 我們今天才會知道發生這種事情 去年就已經知道了 那問題是請問一下 這一年多 你農委會做了什麼 什麼也沒做 批發價一台金三塊是什麼概念 那就是死定了 就是基本上就扔在那邊 你找人去收都 都配起來 對啊 就是這樣子 到最後又要跟高麗菜一樣 就開放讓大家自己去割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你沒辦法了 那你農委會完全沒有進到 任何一種調節的功能 那請問一下要你農委會幹嘛 然後現在才開始終於鬆口 說明年蛋價還是會這樣 明年還是會缺蛋 那奇怪 所以明年我們要花好幾億 再去買國外的蛋 我們是從去年就開始缺了 大家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養積協會告訴我們說 每天缺450萬顆蛋的時候 農委會告訴我們什麼 最多50到80萬顆 結果現在誰對 現在證明養積協會對 那為什麼養積協會對 你農委會不會錯 你故意隱瞞事實嘛 就是這麼簡單嘛 然後他現在告訴你說 五月要再進一億顆蛋 一億顆很多對不對 你一天他450萬顆 10天就4500萬顆 20天就9000萬顆了 所以進一億顆哪有多 我看我們到年底 恐怕要進十幾億顆 不然的話根本不夠 所以你到底在幹嘛 而且我跟你講 為什麼到明年還會缺 因為錯誤的政策 他現在因為實在沒辦法 沒蛋 他從國外拼命進口蛋進來 你知道會造成什麼結果 造成本土的養積業者跟蛋農 我不想再做 因為我做競爭不過你 因為他現在從國外進口的蛋 我直接用六十幾塊錢 在那邊賣 那我成本就不值得錢 請問一下 那我養雞幹嘛 我生蛋幹什麼 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他只會造成狀況 進一步惡化而已 豬肉也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我跟你講豬肉大概這種 以成績這種處理 保證這個價大概要漲到明年 所以這個人照理來說 正常的狀況下 是自己要羞愧趕快下台 結果你今天在跟我洗集而泣 真的是不要臉到極點 高雄鳳梨那個 我們之前有講過了 其實他就是市政府都會推說 是壯期 那我們剛剛講到豬肉 我們看到這個續場的 行情的資料網 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已經正式破百了 如果是規格豬的話 都還甚至到一百零二塊錢 很驚人的一個價格 所以我們看到嘉義 譬如說當阿米哥排骨酥 他一斤就兩百二十塊 變成兩百四十塊 高雄知名的肉根店 他也是每個品項都漲五塊錢 然後肉鬆這一些一系列 嬰兒肉鬆 海苔肉鬆 通通都有漲十塊錢 真的是生活過不去了 我們的外交官在國外 生活不下去 遭到霸凌跟虐待 現在他的遺孫回到台灣 跟著死者的妹妹 還有死者的舊媽 一起開記者會 他講了很多 他有一個錄音檔 也就是死者 由這個駐巴西的組長 王化之 王之化 他在生前的時候 最後一刻 人家活不下去了 他錄了一個檔案 給他的同事 希望交給外交部長 吳釗燮 這個檔案今天流出了第一句話 就真的有播放出來 這句話是他講 我沒有拿公家一毛錢 因為遺孫說 他們指控這個馮處長霸凌他 被指控的那一個人 曾經跟他講說 你老公有貪污 但是他說他我沒有拿一毛錢 王之化的遺孫說 他丈夫懷著滿腔熱血 肩負國家使命到異鄉 如今變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 他一口清關 我兩行血淚 他的妹妹說 我哥哥那麼喜歡交朋友 個性又開朗活潑 他怎麼可能因病輕生 然後我看他最不捨的是 年邁的舊媽 他真的行動不便 然後講話會顫抖 然後感覺姐妹幾句話 他就會攤下去這樣子 連他都忍不住激動 要到這個現場去 他說我的外甥死因絕對不單純 然後現在新聞上面透過遺孫的說法 這個馮處長 他們指控的那一位馮處長 對外講說死者曾經在台灣 就已經看過憂鬱症了 有相關的這些病史裡面 他說這個遺孫拿出紀錄 他們調了台灣的健保紀錄 三年之內完全沒有用藥的紀錄 所以在台灣根本沒有所謂的憂鬱症 是後來在巴西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遇到這個馮處長不斷的被霸凌 他後來才去看醫生 那這邊就是他們羅列出來 當地的報導說 被害人在台灣 曾經去過三個醫院來治療 他說絕對不是死 馮光中處長 他們認為他在巴西做了假筆錄 他甚至4月10號的時候 有個心理學者 他做了一個證明 他寫了一封信 他說這個死者 情緒受到很大的困擾 跟妻子的距離相隔 還有跟工作有相關 但是其中工作環境 有很大的一個主要的因素 另外一個遺孫也講到 3月8號王組長逼不得已 核銷了一個他不想核銷的帳戶 隔天他沒辦法上班 傳訊息給處長要請假 處長已讀不回 打電話也不接 他還公布了一個照片 讓人家有點鼻酸 他說他的法會 居然連零照都沒有 就是遺照都沒有放 非常驚人 那外交官親身 之前外交部也講說 因為牽扯到官底的修繕費 40萬美金 那外交部說沒有 其實這個過世 親身的這位外交官 他是沒有經手的 那外交部今天的說法 是說從來就沒有說 這個人有憂鬱症 那一個月之後 會交出整個案情的一個報告 柏黎怎麼看 我想先請蔡英文還有吳釗燮 拜託救救我們的外交人員 我們的外交處境 已經很艱辛了 但是我們這些優秀的外交人才 還接連的一直發生事情 之前駐日的處長 蘇處長的一個悲劇 歷歷在目 沒想到沒過多久 又出現了這個王之化 這個處長發生同樣的問題 這個問題老實說 我當然不曉得 現在的真實情況是如何 但是有幾點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糟糕 處置非常的不當 第一個告別事實 沒有王組長的照片 拜託你這外交部的官員 這個基本的注意下好不好 這最基本的尊重 拜託放個照片好不好 就擺個臨位什麼都沒有 這是能看嗎 我真的覺得這離譜 這個真的看不出來在拜誰 對不曉得幹嘛 對這個找張照片 有這麼的困難嗎 感覺很像祈福法會有沒有 完全沒有死的照片 對這很像聯合祭典一樣 什麼都沒有 都好像隨便一樣 這我覺得非常的不應該 尊重一下 不管是這個王組長 或是他的家屬 拜託基本的尊重要有 再來第二個 我覺得很離譜 外交部說一個月後給報告 拜託一個月 你可不可以現在就把那個 馮書長調回台灣來了 不要再巴西做筆錄了 直接調回來 外交部上面所有的文件 包括經手的金額等等的狀況 需要到一個月才有辦法 給報告嗎 不需要 這麼重大嚴重的事情 我相信請盡外交部的權力 大概十天左右半個月 就可以出來所有結果了 你就還要拖到一個月 這中間的時間 你要叫家屬情何以堪 這就是我們外交部的態度 這就是我們蔡政府 對於我們所有 外交人員的態度 什麼事情都沒有放在心上 甚至連他們離世了 最基本的尊重都不給他們 所以我覺得拜託 硬起來給國人一個交代 給我們外交的同仁 一個交代 一個鼓勵 盡快把事情釐清出來 真相是如何 給家長一個真相 不要讓這個漢事 繼續再發生 如果現在外交部不重視他 我敢跟各位保證 接下來這種悲劇會持續的 不停在發生 這些對於我們中華民國的未來 都是非常大的損失跟傷害 資深的外交官活不下去 沒想到我們的檢察官 也呆不下去 現在傳出檢察官有出走槽 那全任人點出三個洞促 說這些檢察官 他們看不慣高層 向政治勢力來彎腰 這也難怪我們政治一直 最近一直覺得 有一些比較政治的案子 檢察官辦案 這個真的有點 看顏色的一個狀況 他說從2017年 到2022年 檢察官 申請要擔任 轉法官的人數 越來越多 之前一開始 17 16 19 最近居然激增到25 那今年 光是今年 現在才4月吧 剛進到4月沒多久 今年有24名檢察官 已經申請要轉任 有兩個地檢署的發言人 請辭要當律師 調生二審制度 讓人家很感冒 其中的檢察官說 升官或結派 書類自主性很低 是主因 人總是寧為雞首 不甘牛尾 不過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因為跟政治勢力 彎腰這個事情 可能讓我們檢察官 心理壓力非常大 其實我相信 一個人會去當檢察官 除了他自己個人的 就是他自己的事業的發展之外 我覺得多多少 都是對司法的公正 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他才會去做這件事 就是想要做事情 是 可是問題是 當我 其實你能夠考上律師 去當檢察官 這些都是非常難的 非常困難的東西 好不容易上了這個職位 結果處處受制 什麼東西都不能夠 按照自己的意見去表達 什麼東西都要秉承上意 你上面叫我怎麼辦 就怎麼辦 上面叫我怎麼寫 就怎麼寫 那請問要我在這邊 到底要幹什麼 我講句實在話 為什麼大家都要選擇 轉任律師 因為律師比較好賺 雖然現在外面 其實律師不像當年 那麼好賺 因為現在律師 數量比較多了 但是至少律師 我只要對我自己的 個人能力有信心 我只要能夠去接到Case的話 絕對比檢察官的薪水高 那重點是在於什麼 所以在以前他當檢察官 至少可以伸張正義 現在這個伸張正義完全沒有 現在你要變成打手 那是完全相反的一個角色 那對很多人來講 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趕快轉 我覺得這個情況恐怕會 越來越嚴重 因為你們這邊表就列出來 一年比一年嚴重 然後今年到現在四月 就已經二十四個 會不會到年底變四十八個 我就不知道 那人才 這些人才都是花十年以上 培養出來的人 然後你短短幾年之內 不斷地這樣流失 請問一下未來我們的檢察官 數值會不會越來越低 我覺得會有讓那個 有正義感的人會待不下去 列幣驅逐良弊 因為我突然想到一個 以前不是有這個 吞驅棍球的檢察官嗎 後來不是也被受驅入嗎 會不會也跟這些 政治的這些氣氛是有關係 因為很簡單 你看檢察官去處理案件 照理來講他有他的獨立性 監察院居然可以去糾正檢察官 而且糾正一次不行還 糾正你兩次 這真的很誇張 就是我們國家現在已經變成說 只要你跟執政黨的意見不合 只要你不服民進黨的意 我想盡辦法就來整你 然後只要你背後沒有關係 基本上你就是我為魚肉 任人宰割 那在這種狀況下 能夠遠離公家單位 當然要遠離公家單位 我覺得不只是檢察官而已 你們這邊也統計出來 據我所知包括軍隊 包括公家單位 很多人都要跑 能夠有機會就跑了 甚至我們現在 飛官已經很缺了對不對 飛官現在一大批人要走 因為被民進黨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整個國家體系 都快被民進黨搞瓦解了 包括外交官的狀況 這個博音你怎麼看 老實講我覺得這個是蠻嚴重的 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一個 模仿犯 大家應該知道很有名的一個 台灣的劇 Nefrizan劇 熱播劇 我最近在看 其實他除了一些 殺人的東西之外 他其實講到一個 就是檢察官這個單位的問題 一個正直有理想的檢察官 在整個體系中 居然是最被邊緣化的 因為對於他們而言 他不懂得求生 不懂得逢雲拍馬 造成了根本就沒有前途的狀況 所以說現在我們的檢察官 是否發生這種情況 我覺得真的是有 剛剛冰哥講得很對 檢察官很多來當檢察官 之前他們是有使命感的 他有使命感 但當後期他發現了 他很多案子他沒有辦法去辦 或者是上級交辦改單位 他很多壓力必須要屈服的時候 他不要說辦案的獨立性了 他連使命感都沒有了 他到底來做這個職務的意義是什麼 而且做這個老實說 他最多要升到 可能像是二省的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甚至如果想要升到行政職的話 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些檢察官 他都必須要有前提下 要辦過大型案件 跟重大刑事案件的經歷 你才有資格去升 但是問題是你想要有這些經歷 還不是很容易 你必須要跟上頭的關係好 人緣好 長官才會指派你去做一些 比較有知名度 或重大的案件 讓你有機會升官 一些苦概實幹 不懂得逢運拍馬的人 是一直沒有機會的 對於這些 我們優秀的法律人才的話 他們何必要在這邊 浪費他們的生命 所以有的是轉檢察官 甚至有一些還去轉律師了 因為對他們而言 這些東西更能夠伸張正義 所以我覺得檢察官 內部的體制要好好檢討一下 如果持續惡化下去 對於整個我們司法單位 都不會是一個好的結果 好 現在這個檢察官 可能要傷腦筋 內湖發生了一個槍擊案 這一位受害者 他傳出來說 他是一個知名的製作人姓王 曾經他跟他合作過的 都有很多天王 吳宗憲 徐乃玲 曾國成 沈玉玲 不過現在也有另外一派說法說 沒有 這一些跟事實不是 他說他不是製作人 他只是執行 編輯等等 有不同的消息出來 那這一位就是被開槍的 總共開了15槍 那他的這個腿部中了4槍 15槍 兩槍 兩槍 中了兩槍 四個洞 四個洞 所以是腳這樣子貫穿 貫穿 兩槍就四個洞 他是因為有遇到外送員 昨天晚上的時候 遇到那個外送員問他 不知道路問他 然後問完路之後再折回來 他看到他的時候說 說你送完了嗎 他就開槍了 那這個開槍的人很厲害 他昨天晚上10點 第一次被看到他的畫面的時候 他是騎著摩托車 然後穿這個黑色的衣服 當然戴著安全帽 跟這個口罩 全身包得密不透風 騎機車經過內湖區 堪林路三段的巷弄裡面 但是他換裝 換成這個外送員的 好像是粉紅色熊貓的外送員的衣服 然後再用走的 靠近這個被害者 那他後來開槍完之後 他就跑了 為什麼是熊貓你知道嗎 因為熊貓很多 所以到處都有 到處都有穿這種衣服的人 你就會可能整個馬路 全部都是熊貓 那車牌說監視器不是有拍到車牌嗎 就他們真的有去找到那台車的車主 就不是本人 車主說車牌被盜用了 然後他很厲害 他行凶之後他跑去哪 跑去體外便道 體外便道之後 一堆熊貓 大家都不知道 那他可以跑去南港去大直 去戲子都可以 就是四通八達 所以現在警察在辦案說 找不到人 車牌也不對 然後又滿街的熊貓 那怎麼辦呢 這個是他現場 排在這個牌子裡面 排到16 不是開十五槍排到16 那就是他左腿已經遭到15槍 坐在路邊了 兵哥怎麼看 這個案子很顯然 它是一個預謀方案 因為他前一天晚上 現在來採盤子 先把整個地勤 哪裡有監視器 全部都攤過一遍 所以他連他逃跑的路線都設定好 他為什麼要走體外便道 因為體外便道監視器最少 對 然後體外便道好幾個連接道 是那種像巷子一樣的地方 那邊是沒有監視器 所以他也弄弄斷點 對 他從中間一個地方溜掉 你就很難去追 他搞不好又變裝一次 對 變成UberEat 我相信他到斷點之後 可能就會換其他的裝束 你就很難查 車牌也把你換掉 你就變得很難查 那所以 我覺得這個人是處心機率 要來做這個犯罪 可是 奇怪的就是 第一個 這一個人是聲稱 他完全不認識這個外送人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是處心機率作案 你又開了15槍 表示仇恨很深 15槍近距離會打不中一個人 還是他就嚇死他就好 他故意的 這個 我老實講 15槍要只打中兩槍也不容易 賓哲他是拿什麼槍 很多網友都問說 為什麼可以連開15槍 他是衝動槍 其實他拿的正常來講的話 應該不是 他正常這種近距離 他拿的應該是手槍 應該是手槍 但是手槍一般來講沒有15發 算換彈匣 他是有換彈匣 還是怎麼樣 這個我就不清楚 還是他有其他做哪一些裝置 還是改造手槍 就不曉得 但改造手槍 要能夠連發這樣也滿厲害 而且在內湖那個地方 也不算是人少的地方 那裡算是高級住宅區 10點如果連續15槍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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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會立刻衝出來 因為那附近還滿多別墅 別墅區 所以他會選擇在這個地方犯案 我覺得他應該是計畫很久了 而且連時間點 他專門選到晚上10點多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他連這個人的作息習慣 拿捏得很清楚 對 都拿捏得很清楚 所以他可能不只是前一天來採盤子 他可能觀察了好一段時間 照理來講 這應該是有某種圖謀 要嘛就是有仇恨 要嘛就是金錢財務糾紛 據說這一位 對外號稱是製作人 實際上好像只是執行製作的這一位 他好像跟很多人有債務方面的問題 可是後來又跟警察說 他沒有債務的問題 是 因為他這個在問題 他自己說他已經是退休的狀態 是 因為他的在問題 恐怕是有 據我所了解 恐怕是有點難以釐清的 因為那個就是 等於說是有糾紛 對 糾紛的 也就是他可能 他自己認為我沒有欠錢 可是別人認為他欠你錢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樣一個狀況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狀況 目前沒辦法釐清 我覺得現在就是警方 會比較麻煩就是 雖然他走連外便道 他可能穿一些巷子 但是如果監視器的畫面 沒有留下來的話 警方只要擴大整個搜尋範圍 沿著整個體外便道這邊去找 還是有機會能夠順著監視軍找 可能比較慢 但是還可以看到 他整個變裝的過程 或怎麼樣 還是有機會找到他 但是就是要慢慢比對 就是得花時間 對 因為要把人找出來 才能知道真正真相 到底是什麼 民眾害怕的是說 這樣子都可以開到15槍 而且隨便便 就有這麼厲害的一個武器 解放軍繞台 圍台 就現在傳出來說我們的官方 似乎已經把中線自己給拋棄掉了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共軍跟共艦繞台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看幾張照片 大家很驚訝 這是山東艦 就是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他整個軍艦的艦隊 這是空拍的畫面 然後我們標示 標出他的各種型號 這個軍容正是讓人家 當然你不能說 這個講敵人是有多壯大 但是畫面一出來 我們能不能擺出相同的這個陣仗 這個大家有個疑惑 那國外的媒體 已經畫出這一張圖 就在昨天 整個圍繞在台灣四周圍 所有的軍艦 他們把它逐一一個 用衛星空拍的把它拉大放出來 嚇死人了 軍艦這麼多密密麻麻 當然因為跟他編排有關係 但確實有非常多 但大家放心 為什麼呢 今天我看到自由時報 用紅色的 紅色應該代表好事 紅色告訴大家 國防部說這個大陸的軍艦 軍機不用怕 軍機飛得過來嗎 是用紅色的 好像是一個還蠻不錯的消息 國防部說敵人威脅 要從台灣上空發動攻擊 但他們飛得過來嗎 我也在 原來我們有這麼的 這麼足的底氣 核承輝台灣基進的中常委 他講說台灣的防空武器火力 密集度世界第二 僅次於以色列 就我們真的已經做到刺蝟了 所以不用怕 大家放心 我們有很堅強的 這個國防的實力 聯合報畫出了一個令人擔憂 他說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 山東艦 他畫出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第一島鏈在這邊也是比較深 第二島鏈是比較淺的 他山東艦在這個地方裡面 來進行演練 除了封鎖了台灣的東部之外 他其實已經突破了第一島鏈 這聯合報告訴大家 不要以為飛彈沒有飛過去 就沒有什麼 或者是沒有環島時代 就不要以為沒有實彈 就覺得沒什麼 重點是山東艦 已經阻斷了我們的東部 以及他突破了第一島鏈 但是我們偉大的外交部長 告訴大家 去年的比較嚴重 言下之意是這一次不嚴重 然後還有包括24海里的爭議 過去這段時間你們看到 昨天有這個軍艦對峙的時候 我們的軍艦嗆共軍的軍艦說 你已經進到我們24海裡了 共軍還說沒有 沒有存在24海裡這種事情 沒有想到讓我驚訝的是 我們自己不要中線了 行政院的副院長鄭文燦說 我們的海巡都很認真 都有堅守在24海裡面 你應該要嗆他 所以你怎麼會進到我們中線呢 我們要把他趕到中線以外 變成說我們自己推到24海裡了 過去民進黨是怎麼講 2015年馬英九在當總統的時候 當時老共在台灣海峽中線西側 劃設了N50航線事件 當時民進黨罵翻了 馬英九上權入國 各種抗議丟他拖鞋 雞蛋 灑紅漆 那我們現在自己從中線 自己推到24海裡 我們都沒有反應嗎 然後包括我們的立委 這個八千立委 王定宇 他說笑死人了 笑死人了 聽到他聽到一個大獨家 說中共周三艦 照片上這個周三艦 他居然用無線電 聯絡了我們附近台灣的海巡艦 拜託我們的海巡艦 開靠近一點 他拍了照片要交回去交差 他說笑死人了 我還真的希望 他真的笑死人 兵哥怎麼看 我是覺得 當然國軍有勇氣 有決心有信心對抗敵人是好事 可是你說敵人飛得過來嗎 我覺得你是不是誤解解放軍的意思 因為解放軍所謂在台海上空 對你發射飛彈 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不是真的飛到你的上空 他要不是B52 直接上面投鐵炸彈 他是說他可以在台海上空 他直接對著你就發射飛彈 請問一下現在我們 敵機是每天都 穿過海峽中線過來 請問一下你有把他打下來嗎 沒有吧 你的防空飛彈系統有作動嗎 沒有吧 那所以他如果在海峽中線 對你發射飛彈的時候 我想反問一下你攔得住嗎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人家不是真的要飛到你頭上來 人家是直接在海峽中間就打你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台灣的防空火力 確實是密度是世界第二 可是問題是 我們在整個戰略上是被動 以色列可是主動的 以色列是他只要覺得 敵人可能想要打他 就先打敵人 可是我們台灣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我們台灣一定要敵人先動手 我們才會動手 是完全不一樣的戰略想定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把實情 告訴國人才會比較好 實際上現在你會 因為那天那個對話我有聽到 還有說你已經接近我們24海裡 然後你已經破壞區域穩定和平 什麼什麼叫他趕快離開 請問一下你是守在24海裡線 你不是守在中線 你忘記這件事了嗎 所以台海中線不是在24海裡 照理來說如果像你過去所堅稱的 持母守中線 你們應該全部在台海中線這個地方 只要他越雷池一步 你就上去驅離 結果你並沒有做這件事 你是自動往後撤 那現在王八千還在那邊講 講說我聽到那個周三劍叫你再靠近一點 老實講我覺得他根本在胡說八道 然後如果他不是胡說八道的話 第一個這是軍方的機密 你可以隨便洩漏了 第二個這只可能發生什麼狀況你知道 因為對方其實已經穿過海峽中線 那這個時候他不是一直在逼近嗎 那為什麼要叫你再接近一點 是不是你推得太後面 所以我拍不到你 假設王八千講的是真的 假如他說的是真的話 對 那就更糟糕了拜託 所以我覺得真的 物視敵是不來正事無由以待之 我們自己要做萬全的準備 但是不要老是隱藏很多消息 故意創造好像我軍很強大 可是實際上做的都是一些弱雞的事情 還有包括現在我看到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中華電信 他在推銷他的室內電話 很多人家裡都紛紛的把室內電話 退掉了 中華電信說一個月70塊買一個保障 什麼保障呢 如果打仗的時候 你的手機是不會響的 手機就會斷掉了 但是你家的室內電話還會響喔 說發生天災的時候 還有戰爭的時候 無線網路都會斷光光 但是你家裡那一支式化 它還是有可能變成你的救命線喔 建議大家每個月70塊錢 當作買一個保險 但為什麼我們不願意裝式化 就每天都是詐騙的電話打都煩死了 所以現在內政部說 我們以後未來刊登投資的 或者求職的廣告 都要用實名制 不過大家還記得我們昨天講詐騙 詐騙的是賣家 是賣家被騙 所以不要以為買家都無辜 那唐鳳他說 這個可能很難執行 唐鳳什麼都難執行 他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只能被評論說很難執行 結果他們自己底下的單位 欠人家薪水 現在徐曉星爆料之後 被證實 台北市說真的要罰他錢了 那包括我們看到南韓 我們昨天有看到法國的態度 台灣的狀況 歐洲最好不要加入 現在連南韓隱形月都被質疑說 他雖然韓美同盟 可是台灣出事的時候 南韓好像沒有有事 隱形月去年9月的時候 接受CNN的專訪 他說如果發生台海戰爭的時候 第一任務不是援助台灣 是確保我們這邊沒事 確保朝鮮的進攻要防範起來 那最近有個新聞 北韓氣到連續四天不接南韓的電話 他說研判有可能他們在抗議 他們跟美國聯合軍演 我前面開始講 這個何成輝說 台灣的防空武器火力密度世界第二 沒有意義 數量是不是世界第一才重點 我們台灣第一這麼小 密度很高 然後數量不足 沒有用 對外的飛爛是我們的十幾倍 我們有辦法把它攔得下來 數量夠不夠 沒有講清楚 再第二個王定宇說 對岸說好像希望我們的軍艦 靠近過去讓他拍個照 如果這個是屬實 我覺得問題真的非常嚴重 嚴重的是這赤裸裸的挑釁 看不起我們國軍 對岸已經利用軍演 親門踏步到我們國家的 這個中線之內了 結果居然還叫你 過來 拍個照 我要回去交差一下 代表完全不在意我們國軍的防禮 他根本不在意你 這就好像是壞學生 欺負完好學生之後 叫被害者還要保持笑容一樣 對 看不起我們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如果是真的的話 我覺得我們國軍 真的要硬起來 強硬起來 要不然對岸根本瞧不起我們國軍的軍力 非常糟糕 再來這個式化詐騙 這就不好說了 因為我們選舉的時候 常常也是用到這個式化請託 拜票請託 對 但是隨著選舉越來越進步 的確這個拜票效率越來越差 我們也漸漸不再用了 但是如果家裡有的時候 能夠有一支所謂的這個室內電話 我覺得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雖然很多人覺得沒有必要性 但有的時候也許你手機沒有電 或算沒有網路的時候 能夠接到一個緊急的訊息 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我也是建議 再最後就是韓國的問題 以錫越當時在選舉總統的時候 他的目標就很清楚 他就是親美反中 但是很明顯的 之前裴洛西到南韓的時候 他也不敢直接見面 因為就連這麼親美的總統 他都知道國家的利益 才是真的最重要的 所以我才說中華民國 包括蔡總統 拜託你注意一下 當然你要相信美國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完全的不懷疑美國 全心全力 把所有今天都放在美國身上的話 我覺得越南阿富汗 就是一個很好的借鏡 我們要千萬注意 不要讓台灣的未來 遭遇任何的不幸 而且至於險境之內 今天有個消息 很多高雄人聽得傻眼了 沒有想到台積電 連28奈米廠都出狀況了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這兩年高雄很多房價 飆漲了兩到三成以上 去年就開始跌了 因為台積電 7奈米沒有要來 就現在傳出一個二號 28奈米也出狀況了 台積電高雄廠傳出延後 他指的是28奈米 因為7奈米早就沒了 公司回應說 依市場動向來決定 就講得很籠統 台積電說依照客戶的需求 及市場動向來定 4月20號法說會會來說明 他採過28奈米機台的清單 全部都取消了 怎麼延 延多久 本來說延一年 但現在看起來 應該是不止一年了 高雄市長陳其邁 他說我們尊重台積電 議員白喬英他就說 你知道我男子左營的房價 因為台積電設廠 已經漲了35% 所以我剛剛講3% 三成還算是保守了 35%到40% 那這些人不是變韭菜了嗎 會不會被套老了 那更早之前我們剛剛講的 原本是說7奈米 結果去年11月就告訴大家 7奈米要暫緩 現在又第二次2號 連28奈米都沒有了 賓哥這怎麼回事 上次星宇那個股票劇烈波動 就有製救會 那這一次有沒有房產製救會 講出來 台積電房廠製救會 對 因為這一次 抱歉這個訊息是政府跟台積電 同時發布的訊息 所以大家相信這個政府 才去那邊買房子 結果現在全部都黃掉 請問一下 那這些在那邊買房地產的人怎麼辦 誰去照顧他們 所以他的意思現在就是 那塊地到現在 雖然動工了什麼 可能就是一直是一個空地這樣 他就必須是 因為本來你7奈米沒有 大家想說至少你成熟自成 會在這個地方 28奈米 現在連28奈米都沒有 那就是沒有了 那還有什麼 所以本來說兩棟 現在可能連一棟都沒有了 對啊 因為他如果連28奈米 都要暫緩 假設因為台積電 還沒有證實這個消息 但如果一旦證實的話 那不就是暫時什麼都沒有 因為你要知道 據我所知 台積電因為在美國設廠的成本 遠遠超出他的預算 所以他恐怕在全球所有設廠 跟他的整個生產製程的進程 他全部都要重新做調整 因為不然的話 他資金沒有辦法調度 他哪有這麼多資金去做這麼 你以為台積電真的有錢到 你要知道歐洲也叫他設廠 日本的廠他已經設了 他同時在全球蓋這麼多廠 你就算他有錢設那麼多廠 請問一下他要這麼多產能 到底要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變成 因為被外國掐住脖子 你非去不可 所以大概就只有犧牲台灣 所以參國政府來說 這樣不會掏空台灣 現在不是擺明在掏空台灣嗎 對不對 就是本來會在台灣設的廠沒有 那這還不叫掏空台灣叫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 當這個政府跟你保證的事情 一次又黃掉一次 那以後我們還怎麼能夠 去相信政府 那現在 陳其邁講得最好笑 他說我全力配合 請問一下人家不設廠 你要配合什麼 他只能這樣講 他不然怎麼辦 他說謝謝他他不來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照理來說你身為一個市長 你要講另外一件事 你要講什麼 我要全力爭取讓他留下來 你應該這樣講 結果你不是 結果你是全力配合 那就是隨便你 看得辦嗎 是這樣 拜託你是高雄市長 你不叫暖室市長 還有包括特斯拉 昨天我們有看到 下午的時候出現了 有這個知名的設計師 他開了特斯拉的Model Y 就他自撞撞上去 那車頭 他跟林志穎不一樣 林志穎是底下 那個電池起火 所以後來又再來一次 他是車頭起火 那他在過程當中裡面 他就卡在裡面 那急救當場就是不治了 那現在傳出他最新的死因 是心肌梗塞 這不是這個車禍 車禍可能是另外一個狀況 那國道5號昨天 4月8號更早的時候 有傳出有人拍出說 這個包括正駕駛 還有副駕駛 疑似都有睡著的狀況 那我們也看到最新的消息 特斯拉在上海已經完成 全約要建儲能超級工廠 那第三季要動工 每年產1萬個Megapack電池 儲能的規模 將近有400萬千瓦 台灣群創 拜這個特斯拉之次 他整個大螢幕 大規格的螢幕 這個賣得很好 去年第四季的營收 貢獻已經突破兩成了 全年營收399億元 年增率有高達58% 柏伊怎麼看 我先看那個 之前有個新聞講到 駕駛儀式仰頭在睡覺 全車都碎死 跟各位報告 千萬不要有這種行為 這會被戲稱我叫 移動的神主牌 因為發生問題完之後 絕對是超乎你想像 因為你時速都非常高 在100公里左右 就自動駕駛變成死了 我們管轟之後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達賴奶媽是受到世人的尊重 不過有個畫面 大家看得非常的驚訝 它這次尺度的關係 所以我們大概只有 這個出現一部分 有一個印度的小男童 他主動的走向達賴奶媽 達賴奶媽也很喜歡他 那甚至兩個人有擁抱 那種青臉頰 後來達賴可能看著看著 太喜歡他了 然後就突然用英文講說 來 來吸我的舌頭 然後達賴奶就把他舌頭 給伸出來了 當然我覺得截取影片的人 也有一點點惡意 因為他其實拿海靠近之後 他就是開玩笑 把他抱起來 可是他在靠近他的那一瞬間 就把影片卡掉了 所以只看影片的人 就會覺得說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就有人說 是不是有問題 達賴後來看大家罵成這樣子 他就道歉了 但有人解釋說 其實達賴之前跟尊者 見面的時候也是嘟嘴巴 他覺得他這個性 比較像小朋友一樣 沒有想這麼多 有人講說西藏 也有吐舌頭的禮儀 但也有人講說 可能就是達賴 比較天真活潑的一面 冰根怎麼看 西藏是有吐舌禮的 但是顯然這不是一個 適合吐舌禮的一個方式 場合 對 這個場合不是 那達賴是不是天真 我覺得有可能是 因為達賴其實 我們嚴格講起來 他沒有接觸過 真正一般人的社會 他從小就被視為靈童 然後一路就在 一個被封閉的社會